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感恩特 很高興又跟大家見面了 那車燈亮不亮其實是很多人都關心的問題 車燈如果不夠亮的話 其實你晚上 開在高速公共上你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那也因為車燈亮不亮這個問題 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所以我們特別企劃這個 單元 透過三種車燈 提升的方案 的介紹讓大家可以一次的了解到 我今天如果想要把車燈 照明亮度提升的話 我該怎麼做 好了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走吧 那為了幫助大家了解到就是 車燈整個亮度提升工程的三個步驟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到了一個車燈的達人 就是站在我左手邊這一位 他是位於我們台中軍威車燈的掌門人 嚴中軍 就是小炎哥 小炎哥你好 你好 小炎哥我們先聊一下好了 為什麼車燈會變黃 車燈變黃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 車燈的 表面 它有一個 硬化塗層 這個硬化塗層就是在保護我們塑膠燈殼的 那這個硬化塗層 如果有受到傷害的時候 比較容易附著到空氣中的 油汙或者是落塵 那油汙久了之後 它氧化它就會變黃 所以說如果這個鏡面完全都沒有受過傷害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 車燈用個五年八年都不會變黃 那我們先看左邊這邊好了 我看它好像有一個分層對不對 就是說對 上半部的部分 跟下半部的部分 它是不太一樣的狀況 對 因為 我們在打蠟的時候 在打引擎蓋的蠟的時候 通常都會這樣子掃到大燈 是 都會這樣掃到大燈 掃到葉子板 是 所以說它掃下來之後這邊會有一個波浪狀 喔 它會有一個波浪狀的分層 所以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您的大燈也有黃化的問題的話 你會發現下面都沒有狀況 狀況都發現在上面 對對對 所以說這個是很明顯 這顆燈就是 被不當的打蠟燈造成的 對那顆燈我看它下半部的部分都是透明的 那上面就真的很糟 而且它已經有產生裂痕了對不對 對 那這種燈它有辦法透過清潔的方式嗎 來去 做修復嗎 基本上變黃 絕對可以清得起來 要用比較特別的方法 其實變黃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處理 因為 它就是油嘛 我剛剛有提到它就是油 那我們要拿什麼清潔器來儲油 為什麼很用拿什麼 這我想要幫大家問一下 其實 這個清潔器每個人家裡都有 就是廚房清潔劑 因為廚房清潔劑就是處油的 白駁是那種嗎 對 都可以 那就可以啊 對 只要是拿 因為它是油 我們解決問題之前 我們先了解它的形成原因嘛 它的形成原因就是油啊 為什麼會那麼黃它是油 對 既然你要讓它不黃 我們就把它處油 它就不黃了 了解 對對對 所以我們 你的意思說 我們用一般的洗車精是洗不起來的 對 因為洗車精裡面雖然有 些微的儲油的一些效果 對 但它不是強力儲油 那這些油已經coating在上面了 它已經附著在上面很久了 所以說它沒有辦法經由 很簡單的洗車清潔把它去除掉 所以我們就需要用 專門儲油的 就像我常在開玩笑說 我們總是不會拿那個玻璃清潔劑去洗廚房 對 一樣的道理 對 因為它是重油污 對 看你要清潔的是什麼東西 用正確的清潔劑 對 那你可以 幫我們試著去洗那顆燈嗎 可以 我們現在先操作一次看看好了 OK 沒問題 那 我先說明一下 我們要拿 那個儲油的清潔劑來清潔這顆大燈的時候 千萬切記 不要直接噴在燈上 因為你直接噴在燈上的時候 第一 其他的車漆有可能會被噴到 這個對車漆你拿的清潔劑如果太強 有可能對車漆也會有影響 我的做法就是 噴在布上 再下去就做擦拭 多擦幾次 對 就是多擦幾次 因為 這個像它這一顆 我一定要擦很多次 因為它是成年油污了 所以我們就是多擦幾次 擦著擦著你就會發現 它越來越透明越來越不黃 那我們擦完之後還要用清水洗過嗎 擦完了之後盡量用濕布把它殘餘的藥劑擦掉 不需要用水洗 對對對我們就用濕布把它殘餘藥劑擦掉 擦完了之後你會發現 黃不見了 對 但是 鏡面會有一點點霧霧的 對 因為它卡油卡太久 表面已經有一點氧化了 腐蝕 對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藥劑 就是所謂的塑膠的一個 除氧化的還原劑 那個我們擦完了之後整顆燈就亮起來了 那這個塑膠還原劑要去哪裡買 還是要來找你買 我這裡有 但是其實 有很多知名品牌他們也有做 就是我們打關鍵字塑膠還原劑 鏡面在用的 或是壓克力還原劑 對對對 都可以 就可以了 就是說你除完油膜之後 上面再上一層這個壓克力的還原劑 對對對 它就可以稍微恢復一點 透亮的情況 對對 會差蠻多的 好假設如果它太嚴重的話 養護它的周期要縮短 可能 硬化圖枕沒受過傷的 我半年除一次油就好了 但是有受過傷的硬化圖枕 你可能每個月都要擦車 就是洗車的時候順便 都一定要擦大燈 保養車期的時候順便保養大燈 對對對 就要養成這個習慣 你的大燈就可以盡量 保持一個明亮的狀態 你就不需要急著先把大燈換掉 對對對 如果已經出現像龜裂那種痕跡的話 那如果你不想要看到那些龜裂痕跡 那透過清潔是沒辦法解決 那就必須要做鏡面重建 因為那已經在內部深層的地方 對對對 就要做鏡面重建 對鏡面重建 表面的透明鏡鏡 黃化霧化之後 多少也會影響到照明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說你 預算有限的話 或許 我們可以先針對這個鏡鏡的部分 先做一個表面的清潔 而且我發現這個清潔好像可以DIY 我覺得這個對很多 有預算的車主來講呢 是可以參考的一種 提升亮度的方案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介紹第2種方案 如果假設 你還是覺得 清潔過後你還是覺得你的大燈不夠亮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第2個方案 我們等一下 就馬上來為大家做介紹 到 aç的 包括 中共 從目的 裡 說 說 我們 現在